提到列车检车员 可能我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女子 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 却是一名女子检车员 她叫陈佳 曾在2011年到2020年 这9年的时间里 专门为从俄罗斯入境 我国的铁路列车做体检 被誉为长了一双火眼金睛 满洲离口岸 是我国规模大 年通过能力高的重要口岸 承担着中俄贸易 大部分的陆路运输任务 陈佳就这样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的工作 成为保障中国铁路利益的 一道重要防线 作为中国铁路系统中 唯一一个涉外女子检车班中的一员 陈佳的工作 并非大家看上去的那么轻松 涉外女子检车班 需要检查和记录 俄方列车的损伤情况 并与俄方检车员 共同确认故障 填写车辆技术交接单 认定双方责任归属 当入境的车辆 就存在车辆故障的话 我们没有及时检查和交接 那么当俄方这个车辆出境的时候 就会被定为我方的责任 就会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其实陈佳并非检车科班出身 他2006年上岗以来 就一直在认真琢磨 能够快速无误地 检查出列车存在的隐患 所以学习起来困难非常多 当时跟着师傅在现场 学习怎么检查车辆 然后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很快就走过去了 然后师傅站在这里没动 然后我说怎么了 师傅说没发现什么故障吗 我说没看见呢 然后师傅说回来再看看 然后我就走回来 就看了半天也没看见 然后师傅说就指着这位置 我说看这个位置 当时这个位置已经磨好得很薄了 它正亮磨完了以后 这个不是都是旧的吗 金属 它磨出一种新的金属 很近 陈佳所说的车杆拉杆 是用来连接列车车体 与转向架的一个装置 如果出现断裂 不仅会影响列车的牵引系统 而且断裂后 一旦掉落在铁轨上 很有可能造成列车脱轨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师傅让陈佳 走到车杆拉杆的故障点 拨弄了一下 即将断裂的地方 那一刻 他突然感受到了 自己身上所担的责任有多重 陈佳明白 剪车无小事 仅仅凭借眼睛查看 远远不够 还需要不嫌麻烦地 用手去触摸 每一个可能出现故障的地方 陈佳和剪车班的同事们 日日夜夜认真工作 但即便如此 很长一段时间 不少人对他们的检车能力产生质疑 满洲里口岸地处我国高寒地区 满洲里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 都是严寒天气 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40度 很多人觉得 在这样的极寒天气中工作 即使对于身强体壮的男性来说都是个挑战 又何况是像陈佳他们这样 看似柔柔弱弱的女性呢 在这样寒冷的工作环境中 陈佳和他的同事 这些年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 当时是一个冬天气温非常低 俄方是拿来这个出境的破损的车辆 就是这一列车大概有挂40辆到60辆 一半的车都有故障 这是不可能怎么可能 然后拿来车辆交接单 需要我们进行现场确认 当时陈佳很着急 按照他的经验 一半的车厢存在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很快 陈佳冷静下来 他马上联系了俄方工作人员 决定一起到实地逐一检查 故障点是否属实 并且确认责任归属方 当时室外厚厚的积雪没过膝盖 凌厉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寒风吹得睁不开眼睛 而且陈佳和俄方人员 很难听到彼此的说话声 在这样的环境下 陈佳和俄方人员艰难夺步 手持相机拍照记录每一处故障 然而当陈佳和俄方工作人员 排查到最后一个故障点时 却发现 由于室外温度太低 俄方工作人员的相机突然黑屏罢工了 之前拍摄的故障点的照片 也都无法显示 没了照片就意味着 原本已经检查出的 三十多项列车故障无法定责 就是我这个一台相机 就当个宝是吧 然后它要动了的话就没法再工作了 然后就把它揣在怀里 揣在腋下暖和暖和 然后再出来拿出来进行工作拍照 就是如果这个相机如果没有留存下来的话 双方都没有这个依据 这样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落泽 就是你为了这个落泽 你必须把这个照片留存好 最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这个现场确认 对这些不符合车辆交接规定的 这些车辆予以的拒欠 陈佳经过仔细排查 最终为国家避免了经济损失 这件事情之后 陈佳所在的女子检车班 让很多同事刮目相看 从1986年开始到2021年 陈佳所在的检车班 累计发现各类故障150余万件 为国家避免了经济损失 约7亿元人民币 陈佳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陈佳在工作过程中呢 需要和俄方检车员 有良好的配合和沟通 所以曾经对俄语一窍不通的陈佳 主动报了俄语补习班 并且跟俄方人员学习 俄罗斯本土的社交礼仪 但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呢 出于防疫考虑 双方不能够近距离的 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陈佳要如何与俄方人员 一起开展检查工作呢 2020年12月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原因 陈佳无法与俄方人员近距离见面 和沟通检车细节 对此 陈佳想了很多办法 这个疫情以后吧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就是为了避免和俄方检车员直接接触 隔着窗 然后进行交接 就是把这个 他这个故障单贴到这个窗上 然后我就能看得见 然后我就在屋里大声喊 他也明白我说的什么 不过陈佳一开始和俄方人员工作配合时 却远非像现在这样默契 几年前 很多俄方检车员对陈佳的印象就是好说话 但是没过多久 陈佳就让他们领教了自己的说一不二 2017年9月 一辆俄方列车通过满洲里口岸入境我国战场 陈佳检车后发现 列车存在多处故障隐患 他立即拨通了俄方检车员的电话 提出一起前往列车故障区进行检查 然后我去找的时候 他正在用早餐 交接班以后他们是用早餐 然后呢 就是跟他说有车辆故障以后 他就说他在用餐 需要等待 刚一开始没经验 那等就等吧 然后我就回来等 等了好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 然后由于咱们这个车是需要装卸 因为车站也着急 列车检车时间有限 如果不能尽快检查完毕 列车卸货换装的时间也会延误 陈佳非常着急 在陈佳的工作中 既要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同时也要尊重俄方人员的作息习惯 陈佳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最终俄方检车员和陈佳一起检查了列车故障 并完成定责 确保了列车卸货换装和再次发车的时间 通过这件事 很多俄方检车员都重新认识了陈佳 并对他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赞誉有加 陈佳始终将责任谨记于心 坚守口岸 精简细交 为国把关 不如使命 多年来 陈佳带领涉外女子检车班 用实力树立起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汽汽哈尔车辆段 满洲里国境站技术交接作业厂女子检车班 成立于1986年3月 在第一任工长赵金花的带领下 13名姐妹开创了我国国际联运交接史上 女子检车的先河 被誉为口岸金花 在工作中 她们把心酸和痛苦都留给了自己 而坚强的背后 她们也有柔软的一面 陈佳和她带领的金花们 彼此之间情同姐妹 2018年12月 女子检车班成员刘双杰退休 怀念起以前并肩工作的日子 陈佳和姐妹们一一不舍 泪流满面 为此 大家给刘双杰精心准备了一场退休仪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补警力 我们也是 他是19年12月份退休 然后我就给他画了一个 我的这个左手掌的这个轮廓 在几笔记本上 在他的政治笔记上 然后我写上这个 是我的左手掌 然后也是给他写了 就包括这么多年 我们在一起十多年 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写了一个 就是像打药师似的那种东西 给他留了一个纪念 2015年 补警力的母亲突发急性一线炎 那段时间里 他每天忙完手头的工作 就要赶往医院照看母亲 连日的辛苦 让补警力身心俱疲 陈佳和同事们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在单位还是需要倒一弯 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很疲惫 我们也心疼他 就是他来了以后 有的时候他间歇的时候 睡着了 来车了 是他的车 我们就悄悄地替他看了 大家互相分担一下 陈佳用情用心地 关怀着涉外女子检车班的 每一位成员 他们把爱美的天性藏进宫庄 用责任与担当 激情与汗水 心火相传 成为永远绽放的口岸鲜花 爱港敬业尽职尽责 把爱国之情化作不懈奋斗的动力 在陈佳的更衣柜里 没有多少化妆品 但是却有一面鲜红的小国旗 岁月改变的是容颜 不变的是信念